另一边调查局探员弗雷德跟重案组简单地讲解了一下本尼的信息 当年本尼抛弃了他的妻子还有工作 在失踪了接近一年后 调查局才发现他盗用了公款 警员问他盗用了多少 弗雷德说180万美金 雷德尔问你们为什么认为他不在国内 弗雷德尔问你们为什么认为他不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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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来一直在监控本尼妻子的手机和电子邮箱 因为他还住在科罗拉多泉市 于是很快本尼的妻子莉莉亚就被传唤到了警局 陶警员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本尼在2004年4月3日 会出现在威廉姆的家里 莉莉亚说我怎么知道 弗雷德尔问他有来洛杉矶的理由吗 莉莉亚说我猜他是来追女人的 雷德尔问哪个女人 莉莉亚说那我可不确定 他身边有的是阴阴艳艳艳 陶警员问你不知道他涉嫌保险诈骗和盗用公款吗 莉莉亚说他什么都没告诉过我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调查局一直要盯着我 陶警员问你能不能想到本尼在这八年里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莉莉亚说我猜他在我拿着最低工资过活的时候 正躺在某个沙滩上跟哪个比基尼美女共度美好时光呢 你想找本尼 那就去找跟他一起失踪的那个女人就行了 听到这里 雷德尔终于知道他们应该冲哪个方向去调查了 莉莉亚走后 弗雷德尔让银行经理查看了一下伊莲的银行账户 银行经理查到伊莲曾在2004年3月 也就是8年前案发的前一个月开设了一个账户 还在里面存了180万美金 而这时候雷德尔也查到就在伊莲被杀的前一周 他更新了护照 事情开始明朗起来 看来伊莲是跟本尼联手挪用了公款 他们本来计划一起逃往哥斯达利家 可却被威廉姆得知了这件事 杀害伊莲的肯定是威廉姆没跑了 而说不定这次的调查还能一起找到失踪8年的本命 时隔8年 陶景元再一次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次他是来找第二具尸体的 而利迪亚依然是他的目击者 利迪亚说我现在跟我外公外婆一起住 他们恨我父亲 可我16岁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寄了一封信 于是我偷偷地去监狱里看了他 之后我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回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真不敢相信我都对他做了些什么 陶景元让利迪亚尽量回忆当天晚上的事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于是利迪亚说那天晚上 我听到了愤怒的声音 母亲的尖叫声 还有人从房子里跑了出去 陶景元问你怎么知道的 利迪亚说我听到门响了 我家楼下的后门总是嘶嘶响 于是我就起来从后窗向外看去 我看到那个闯进我家的人 他扛着一个像麻布袋或者行李袋的东西 我父亲当时一定是去追他了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看到父亲在后院四处张望 之后我想去看看母亲有没有事 所以我从床下拿出手电筒 之后就看到我父亲正在从母亲身上往处拔刀 可我现在才明白 他是想要救母亲 可陶景元提出了疑问 他说你听到了后门的声音 之后你从后窗往外面看 你先是看到了入侵者 后来又看到了你父亲 可当时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 你是怎么看到的呢 你父亲说当时入侵者切断了所有的电源 这件事我也可以确定 因为当时来到现场的时候 是我打开的电闸 利迪亚说我确实看到了 我没瞎编 陶景元说可你当时需要用手电筒罩着才能下落 利迪亚说你又来迷惑我了 陶景元说我才是一直相信你的那个人 因为你一开始说的就是实话 利迪亚说肯定有入侵者 他还在水槽这里洗了手上的血 有DNA可以证明 陶景元说当时的情况应该是 你父亲从机场回来的时候 正好抓到你母亲跟本尼在一起 本尼那个时候确实在这里 所以你父亲把他杀了 之后又去卧室杀你母亲 但他没想到的是 本来应该睡着的你醒了 还有你母亲受了伤 可他没死 他想要逃走 而你从楼上下来正好看到了案发的经过 所以他别无选择 只能把现场伪装成入式抢劫 还希望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个头脑不清的小孩 根据利迪亚的描述 陶景元派人在对后院进行了搜查 于是很快他们就在一处水泥板下 找到了本尼的尸体 而法医也在尸体里找到了那把用作凶器的刀尖 一切的证据又都指向了威廉姆 律师说你们不能再以杀妻罪审判威廉姆了 可雷德尔却说我们要以双重谋杀起诉他 我们确实不能再以杀害妻子的罪名起诉他 但依廉可以作为证据 于是时隔八年 陶景元再次把威廉姆绳之以法 而威廉姆再也不会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了 案子结束 丽迪亚问陶景元为什么我父亲对我母亲做了这种事 可我却完全不恨他 陶景元说夫妻一方出轨 另外一方就会失去理智 丽迪亚在警局见到了被逮捕的威廉姆 可威廉姆最后留给女儿的话却是 我只恨当年没有连你也一起杀了 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 好人才会选择原谅 恶人从来都是不思回歹吧